有一位女居士现为一家私营企业老板 她现在想放下 但现时有四百多名员工 一时还未找到合适的人选 一旦放弃将会使这些员工失去就业的机会 问应该怎样处理 佛法里面将放下 诸位必须要记住 不是放下你的事业 是放下你的识的念头 你看看你做生意赚钱就欢喜 赔了钱就懊恼 要把这个东西放下 赚钱也不生欢喜 赔钱也没有烦恼 把这个得实的心放下 把贪嗔痴慢放下 把所有一切 我的念头放下 我的言语放下 我的行为放下 没有叫你把工作放下了 你经营一个企业 有四百多员工 你为什么不去度这四百多员工 怎么个度法呢 每一天早晨员工来上工的时候 你给他讲半个小时 自己不会讲 请别人来讲 这个是你真正爱护员工 你真正度他了 你把你的公司事业 那就是一个大的道场了 这个最方便的方法 现在你看看我们 此地流通的 了凡私讯的电视剧 分量不多 只有两片 它分四个段落 一共只有两片 我想它一个段落了 大概只有半个小时 每一天放给员工看 天天看 看上几百遍呢 他们的心就变了 他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时候 这个方法好啊 老板带着员工一起看 专看这一样东西 这一部 了凡私讯 每一天放一段 四天圆满 圆满之后 从头再看 你能够连续 看上一百遍 看上两百遍 这个功德 无量无边 另外再找时间 跟大家再一块研究讨论 研究讨论了 廖凡先生的想法 对不对 在现前这个社会里 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 怎样落实 这个好啊 首先呢 要叫社会大众 真正相信 肯定 因果报应的 道理与事实真相 我们齐心动念 严于造则 自然就有个分寸 所以 你有这么大的道场 有这么多有缘的人 可以去度他 你应当好好的度众生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